台中25號晚間是風大雨大 畫面可以看到清水南社裡 風強雨大的造成積水 水淹到大概是成人的小腿度這麼高 方言望去 民宅好像是蓋在小河裡 所有的物品呢 都在水面上載浮載沉 那我們帶著大家往屋裡頭走呢 也是一片慘狀 家具都泡在水裡 黃色的水淹進家園 里長趕緊是掉來抽水機來抽水 一直到了上午水災稍稍退去 來聽聽居民怎麼說 今天台中市是正常上班上課 但颱風尾帶來的強勁雨水造成淹水 其實不只這裡 包括清水淋港路水也是淹到 看不出是路面 車子卡在水中 市區更是多處积淹水 有民眾開玩笑的說要上班上課 你們的船準備好了嗎 感嘆換台中淹了